各位主流兄弟姐妹你们好 各位萤幕前的朋友你们好 上个月5月26日 很多香港人蜂蕴去观看难得一见的自然现象 超级血红色的月亮 今天我们不会把这些血月视为不吉利的征兆 我们知道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太阳照射在月球的部分光线被地球阻挡 令月球变暗 同时阳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 蓝光被散射才会造成同血色的血月 这个经验也反映我们今天人类普遍地会以科学去解释世界某些面貌 所以有一点我们如果看回今天的圣经 我们不会觉得很困难去明白 当耶稣展现超自然的力量驾驭风浪之后 耶稣的跟随者为什么他们会说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米谷福音》四章四十一节 这是一番惊讶的说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应该不会遇上有什么人物 真的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不过 我们对很多人生不如意的经验 有时候会很主观地 视为不正常 不自然 比如说 近年 过去被社会普遍示威 又稳定 又高收入的航空从业园 现在都要转航 航空公司竟然做不住 这些所谓不正常 不自然的风波 究竟是将我们的心灵 推入谷底 还是刺激到我们的内心 进化到更高的层次呢? 虽然我们对这个问题暂时没有什么答案 但幸好有些性基人物 让我们先走一步 我们看看今天的《独经一》《约伯传》 《约伯传》下一部怎样的书 里面的内容 以三段非常沉长的对话 尝试去解答一种人类主观地认为 不自然的状况 痛苦、压云 第一段对话强调 痛苦磨难唯一出现的理由就是 人罪恶的结果 而第二段对话就提出另一个答案 这次他说遭受痛苦 或者是因为天主想警醒世人 或者是锻炼他所爱的人 而第三段对白 就是今天《独经一》 刚刚所读到的内容 作者假设天主以超自然的形象 在船风当中现身说法 亲自去回答人 天主的出现 呼召人要谦虚为怀 不要自作聪明 随便去回答任何的事 面对渺小的人类无法解答的问题 我们更加应该去本着信德 安心 争取机会 争取机会专注做天主所喜悦的事 更完全地将自己 托付给天主公义的照顾 说回福音 很可能我们看回今天福音的内容 我们会解读为一次 耶稣整股他的门徒的经验 譬如 开始的时候 哇 耶稣平时做事都很谨慎 小心 很有一代宗师的表现 但是为什么这次好像似乎太大意了 他竟然在将近起风浪的时候 吩咐他的门徒 让凡出海 但是 或者 耶稣的布局 耶稣的意图 他只是想藉此 唤起门徒心里的一条问题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米谷福音》四章四十一节 耶稣想藉此 昇华门徒的信德 加深他们 对耶稣自己有另一重的形式 而这一点就正正回应了 《读经》二 《教人多人后书》的主题 里面提到 所以 谁如果在基督内 他就是一个新寿造物 旧的已成过去 何 都成了新的 《教人多人后书》五章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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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赞文的标题 这篇赞文的标题就是 《行评即是正义》 从媒体报道得知 这篇赞文是说 是谈论 今天中国青年面对着 向上爬的困难 又买不起房子 又做事很辛苦 做事做得很辛苦 但又没有办法能够计算 于是他们就用一种 叫做刊平主义去回应 采取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不消费 他们就借这样的生活方式 避免自己成为被社会所剥削的对象 但是其实这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思维 里面有很多元素 我们都可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 又或者日本的尼特族潮流里找到 有一位香港人叶继昌 他是2018年当选香港十大的洁清 他小时候在屋邨长大 而且曾经在投资银行工作 后来他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去到战地做人道的工作 他对刊平主义的意见就是 他说首先我们不要只是给刊平这两个字 一听到就先入为主 认为一定不是好东西 不用再看,不用再了解 他跟着也表达 他说刊平主义可能是一种年轻人对社会的积极回应 重点是作为今天的年轻人 无论今天他们支持或者拒绝刊平主义也好 他们的生活态度的基调就是 不放弃追寻更多不同经验 但这个追寻不是只限于社会地位 又或者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是否向上流 无论你是选择背着背囊去旅行 创业 又或者是选择以你所喜欢的写作为身等等 目的都是叫年轻人的人生 他的经验向上流 价值观向上流 思想向上流 无论谈论刊平主义 又或者谈论今天你对耶稣那份的惊讶 这些人到底是谁 连峰和海也听从他 这一切都是可以说 对一些不尋常的情况所作出的回应 但到底我们经历了这些不尋常的风波 不尋常的处境之后 我们会不会都有另一种的觉醒 无论在什么的处境 我们也要尝试继续去分辨追寻 什么是属于你的真实快乐 真实的满足和人生价值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才是很积极做些事 给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制造幸福 而不只是停留去奏骂别人 奏骂这个社会 奏骂这个大世界 令我们不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